Cherryd Omoda 5 这款车自从它发布了之后 其实就有蛮多争议一下的啦 当然这款车也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在 那么我相信也有很多荧幕前的观众在考虑这款车 那么今天我们就找来了一位Cherryd Omoda 5 的车主 就让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用车心得啦 来我们请车主自我介绍一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 Fian 我只要想问你一下 就是这辆车你大概开了多久 我开了大概是八个月左右吧 几时拿车的 去年的11月拿车 八个月 其实等我还蛮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辆车开车其实也还不到接近一年吧 到现在应该是一年了 一年然后你开了八个月这样 其实你也是算 可能不是第一批车主 但是最起码都是第二批这样子啦 嗯 差不多是这样 你本身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去选这辆车 什么原因啊 其实我刚开始我不认识这辆车的 嗯 其实是因为我老公他想要买车 嗯 然后他就去 他其实有关注这辆车很久了 在中国的时候 然后他就 轮轻他就带我去看车咯 其实他没有轮轻在那个 不是有一个车展 对对对对 我们就有去看 车展上面有车可以看 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 我也不懂了 这样这么多车 然后就去看了 后来轮轻他就去订车 嗯 订了车过后 我原有的车就卖掉了 然后我就这样子 哎 某丁丁就加了这辆车 嗯 这样你原本是驾什么车 我原本是驾 HR-V 的 HR-V 就是新的还是旧的 旧的那一款 很久了咯 1.8 的那一款 就是因为两辆车的尺寸都差不多嘛 嗯 所以 SUV 哦 你换了你会觉得没有升级吗 嗯 没有升级啊 这样又不能够这样子讲哦 嗯 又不能够这样子讲 还是有的啦 还是有的 因为完全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嗯 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他的 两辆车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OK 好像比如 HR-V 它可能也是比较旧了的车 它也是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实用型的车啦 对我来讲 它是很实用型的 然后我喜欢 SUV 的眼影也是因为它可能比较高 以前我会买这辆车 因为它比较高 看起来高 视野就比较远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驾矮的车 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讲 真的是很难的 嗯嗯 之前驾 HR-V 的时候呢 就是属于 平时也是这样上班 我平时的用车就是去上班啊 就平时这样子跑跑 属于 City Work 啦 当然 Outstation 也有的 嗯 然后我老公买了这辆车 我也是一样咯 没有办法就把我的车卖掉了 因为就变成多了一辆车 对对 家里的 parking也就只有两个 所以就卖掉我的那个 HR-V 咯 嗯 所以我就驾了这辆 Omoda 刚开始驾的时候是有一点不习惯的啦 怎样讲不习惯吧 OK 等下之前的那个事件啊 讲那个 Black 事件啊 这个我有话要讲啦 因为我一路来驾了差不多十多年的 Honda 我已经习惯性一踩 Black 是马上来的 它就一踩下去就哇 就比较刺的 很刺的那一种的 可是刚开始我驾 Omoda 的时候 我是一直抱怨的 因为好像没有 Black 踩不到 它不是没有 Black 它是要踩两轮 比较软这样子 要踩很深的那一种 然后我刚开始是有一点不习惯的 然后就慢慢其实到现在我已经 OK 了 我已经觉得哎 其实反而这样的 Bag 对我来讲 还比较安全的 就以往的是我一踩就整个 嗯 啊 这样子咯 这样子在这个驾驶感受跟舒适性的部分呢 嗯 驾驶感受 会符合你的需求吗 目前来讲是符合的 嗯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外形是不错的 我不会去注意说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漂亮还是什么 可是慢慢就觉得 哎 其实它整个屏前面 那个屏是很美的 整片的就是 好像有十寸是吗 整片从 10.25 还是12.3 我们记得 从那个 Deskboard 到那个 monitor 那一边 啊 就觉得哎 还很漂亮 然后它的那个氛围灯啊也是很美丽 其实我会有很多时候会在车里面有那个 Me Time 嘛 就是觉得哇 尤其是很影响 嗯 因为我的是那个 Hatch 版的 嗯 Hatch 版的那个音响真的是会 Sony 的音响 嗯 就感觉它的音响特别的好 有时候回到家我没有下车了 嗯 我会停在车上然后 呃 听一下歌 就觉得它的音响其实蛮 蛮不错 蛮舒服一下的啦 还有就是有时候 还会装一下鼻咯 开一下那个天窗 哦 对对对对对 本来是有天窗 啊 开一下那个天窗 然后听一下歌啊 啊 然后看一下外面的 那样感觉很不错一下啦 而且我发现到你的车是黑色的 啊 是不是比较难照顾的车 难照顾可是很眼 啊 是不是比较眼一点啦 是很眼 我觉得 因为我平常我自己看车 我会喜欢的颜色是比较纤色系 嗯 白色 银色这样 比较有那种优雅的感觉 嗯 但是 Omota 就是 我也是建议各位就是 如果是有那个心理准备要去照顾车的话 Omoda 有拿黑色 因为真的很眼 嗯 是会比较眼 刚开始订车的时候 其实我老公是订了白色的 哦 OK 啊 然后回到家 因为他订了车 我就一定要去注意这辆车 我刚才不是有提到吗 这样说 不是我要买车 是他要买车 然后我就去翻楼看一下 我就看看看了 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黑色漂亮 黑色漂亮 然后就打电话去cancel掉 换黑色 嗯 OK 因为以往其实我的HRV也是深紫色的 嗯 也是属于比较暗的颜色 嗯 其实我觉得 看了这么多颜色 我还是觉得黑色漂亮啦 确实很眼 然后再改装一下 稍微很normal的改装一下 其实蛮漂亮一下的 然后因为最近有那个消息讲 这个95可能会涨价嘛 所以很多朋友应该会关注油耗的部分 这样子你驾这辆车的话 油耗你满意吗 它并不是很省油 哦 它不是很省油 它不算是很省油 其实我们在Omoda 是有一个车主群的嘛 车主群里面就有很多车主 会分享他们的油耗 然后我发现到 好像就只有一部分的人 好像觉得特别油耗 我就是其中一个 好像这样我一打满的话 我从来没有没有 试过我的那个油耗 是在400超过的 就是一个满缸 超过400 我都是好像都在400里面 或者390多 我从来没有超过400的 可是有一些车主又可以到400到500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驾车的 可能我比较 我的脚是黄金脚 我还在讲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脚比较重 可能哦 我是这样觉得 可能是我 因为我可能我习惯 那我驾车是直接这样踩的 一方面这一辆车啦 它的那个力度很快就来 所以我就习惯性了 一踩它就这样子去 像你平常的驾车是 你是City比较多 还是长途比较多 City会比较多的 City会比较多 有可能我是因为驾City多 所以会比较耗用 City Dry的话 因为你每次走走停停 所以它可能会比较耗用 那KL又这样塞车 对 像你跑长途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可能会比较省 那个肯定 跑长途 我就是试过一次咯 就唯一一次看过 我的那个油可以超过400 就是因为我刚好去Joho 去Joho Joho的从KL到Joho Joho的哪里 到麻坡 到麻坡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保持在很低的速度啦 也是跑蛮快的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 你讲到它很耗 其实讲真的我也不知道它是耗还是省 没有我不要相信是你的脚中 可能咯 可能咯 OK 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辆车你开了8个月 你会不会有遇到就是讲什么问题 就是可能车子有点的零件故障啊 还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他们的 after sales 怎样 然后 service 的费用会不会贵 目前啦 我是还没有 本身我的车是最幸运的那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要 touch我一下 不要 没有 我们是很幸运的那一个 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呃 service 方面呢 价钱跟我以往的车 service 也是大部分一样吧 就是因为我现在才 service 一万 一万大概是四百多块左右 嗯嗯嗯 还很油四百多块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啦 只是之前讲叫我们回去 所以讲因为之前的那个车脚事件 不是有叫我们回去检查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 trust 我们什么钱这些 嗯 service 方面也都很不错啦 嗯 他也是蛮仔细的检查我们的车啦 这样的它的 after sales 部分呢 after sales so far 没有问题啊都ok 因为 Cherry 他们有一个 就是 给我们车主的一个叫 WCWL 的那个 车主群 算是club 嗯它是一个club 所以如果在那边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都可以提出来 都可以交流啦 嗯 其实我们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讲的时候 Cherry 马里西亚人 其实在里面他们都看得到 他们都知道 然后他们其实会自己 私底下联系我们的 嗯 他会联系我们的 就是他们会 take note 咯 就是给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如果有问题他们其实会 take note 去联系我们 然后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你们有试过在里面 complaint service center 的 service 不好吗 有啊我有看过也是有人 很批评啦 嗯 其实有像哪些 service center 有问题啊 车主也是会批评的 这样他们也是会 take action 的啦 会应该会吧 这个我们就不 因为我本身 自己没有批评过嘛 所以我不知道啦 你没有批评过 意思就是你去的 service center 应该都满意咯 应该都算是不错啦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 brand 吼 除了你的 产品你的 product 你要很 competitive 之外 嗯 你最应该要注重的地方 就是你的 after sales 嗯 因为我们不是买了车 不是买了车 我们买了车 我们也是会去 service 嘛 嗯 然后你 service 你有问题 像他那边他跟他讲 慢慢 jump to 啦 然后你就不爽了 也对啦 嗯 所以 so far 来讲 你是对他的 after sales 是满意的啦 嗯 可以说是很满意的 因为这半年里面啦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啦 其实当我们去 询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个 feedback 嗯 就是最起码会你会有个答案 就是我怎么在处理 还是什么原因 是是是 就会给我们一个 solution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嗯 然后 呃 其实最不错的就是 在前几天啊 我不是讲说 呃 他们有搞一个 event 就是给我去 对 在Satia Alarm 的 嗯 在Satia Alarm 给我去体验这个车 因为平时我们 呃 不会去启动那一个 我们的紧急刹车系统嘛 嗯 所以他们搞那个 event 其实可能也是要让我们车主有信心 嗯 因为之前的事件的问题 让我们 对这辆车要相信它 要有信心 让我们去体验它的那个 black system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让我去 呃 很敢的去踩这辆车 嗯 就是去踩它的 black 去踩它的油 嗯 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好 因为上个礼拜我刚病好 所以我没有去 哦 你没有去 他们有叫我一起去玩 可是就 生病又休息前咯 哦 ok 我觉得不错啦 那个体验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给我们试到说 诶 其实这辆车在 呃 踩的车的时候 它甩尾它是怎么甩的 然后 它要让我们去感受那一种 呃 它紧急刹车的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嗯 因为平时我们不可能 我们自己的车 对对对 平常不难没有 没有了会这样的玩 嗯 就是在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 啊 我们该怎么去 去去去去去 去启动那一个系统 这样子 嗯 嗯 不过当然 呃 当天训练的时候 他有讲到啦 最好的车手啦 还是我们自己啦 不管是多么卓越的系统都好 它都是一个辅助啦 是它只是一个辅助 就是提醒我们 可是最好的车手 最好的车手 最好的车手 还是我们自己啦 嗯 这样子咯 这样这辆车我觉得 基本上我开的时候 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啦 嗯 可能只是轮胎 嗯 可以这么说 呃 本身原装呢 我会感觉它的轮胎 不是很 刺激 嗯 会感觉不是很刺激 对对对对 我以前嫁的时候 会比较小条这样子 对 好像感觉很佛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已经把我的轮胎已经换掉了 我的轮胎也换掉了 哦 你换过轮胎跟轮胎 这样你现在用什么轮胎 我现在用的是 是continental嘛 好像是 我忘记了 啊 啊 还是toyo 我现在用toyo的 啊 你不要紧张我们看一下就知道 啊 换了 就原本是18寸 我换了19寸 哦 啊 这样有可能是因为你upgrade 那个轮胎所以你的油耗比较高点呢 啊 还没有upgrade 已经是很油耗了 啊 而且我也换了比较 宽 嗯 以往 严重了会觉得它会比较 窄一点 比较小 它的那个 那个 宽度 然后现在我换会比较 宽一点 就会感觉 车 当我在corner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比较稳一点点 嗯 不过当然SUV的车不是给我们来烧corner的啦 啊 对啊 没错 嗯 可能是我的驾车习惯咯 我驾车的习惯性 比较狼 啊 可以这么讲啊 哈哈哈 这样子你刚才就有讲到那个断车脚的事情啦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想听的 就是 when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Cherry本身承认有这个问题之后 对你们车主的心理的那个影响会大吗 就是你们会觉得 买错车啦 还是什么这样子吗 嗯 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在想 诶 又有事情发生了 嗯 其实 嗯 本身 我的车啦 也是很幸运的那一个 不是在600辆里面咯 当然我有回去做检查 检查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他们也是蛮仔细检查的 就是 他不只是检查我的车脚 其实我送去检查车脚的时候 他还有看我其他的 顺便查其他的问题 顺便查其他的问题 所以其实对他们的这个服务也是蛮不错的 嗯 可是你问说 对我们车主有没有影响 其实有一点点的心理影响的 嗯 就是我们会受到 就好像我们花钱买这辆车啦 嗯 其实这辆车有问题 并不是我们车主的问题 呃 本身可能 呃 这辆车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们发现到会有很多 一些不知名的人 就好像攻击我们车主 就会觉得说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的车 真的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老实叫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当我们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人家会讲说 呃 我们在护着这辆车 其实 谁想要自己的车 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啊 当然我没有这个问题 有问题的人 我们也希望他得到解决咯 嗯 我们也希望说Cherry可以 帮助到他得到解决 嗯 我们也是车主之一 我们也不想我们会是 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的人嘛 对对 就是不会讨厌那种网民 无差别的攻击啦 对了 就会这样子啦 就是你们骂Cherry 就算了 你们连Cherry的车主都一起骂嘛 好像那个车是 车主自己做出来的 好像变成是我们搞出来的 我们特地要令到他有这个问题 这样子的 搞到好像我们 我们的车主的错这样子 嗯 其实本身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车 都会面对问题啦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啦 嗯 就只要有这些问题的话 Cherry Malaysia 有看到他会去做 嗯 进一步的改善 这个才是我们车主想要的咯 嗯 我也讲老实话 这一次他们这个处理动作 其实算快啦 嗯 因为我们的同事 他的爸爸也是有一辆车 嗯 也是很快的就拿回去check check了过后 嗯 他们也在处理这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像你讲的 不怕发生事情 嗯 重点是在事情发生之后 那个厂商的处理态度是怎样 是的 就是 而且我们可能也要找对人咯 嗯 我们真的 我们要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 找对的人去解决 对的 嗯 就是你那个批评的渠道要对 啊 对 如果你批评好像像比如啦 我们的车是 我们现在买完车 我们买车了嘛 after sales了嘛 after sales了 当然service我们的是SA 不是SA了 就是可能是service center 对 那如果你有问题 你找回SA啦 有些SA可能 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卖车 可能他们对service方面 有一些他们不是很熟悉 可能他们找到SA或者处理不了 就变成会搞到很多事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直接service center 嗯 我们就直接去找service center的有关人士 因为SA毕竟他只是卖车 他可能也 不是很熟悉 我是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啦 那我有听讲就是Cherry 他们有一个whatsapp number 就是可以给车主 就是 你车子有问题 你可能你找不到解决去解决 你可以直接content那个 number 是是是是是 其实你只要在WCWL 你在那个WCWL里面 你可以有什么问题发出来 他们其实自己也会死了你的 嗯 嗯 其实我们不只有那个啦 那个是官方的group 还有我们自己owner的group 那个owner的group里面呢 就每次会聊一些 就大家都是朋友啊 交流啊 就算有一些小问题 大家也是会提出来 或者 大家在哪一个service center 还是什么 拿到什么好处啊 Joxo 他们也会分享出来 嗯 OK 那么在影片的最后啦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 以你这8个月的用车型灯 如果是讲满分十分 你会为你的车子达到分 然后你觉得不管是在 Omoda 5 上面也好 还是整个Cherry Malaysia 都好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东西需要更改变吗 8分的话 车没有完美的我给到8分吧 嗯 嗯 因为比起如果它是130千里面的车 嗯 这样子的体验给我们的确 对我来说是很满意了 嗯 那么如果Cherry Malaysia 那一边 需要什么改进的话 可能service center 需要多一点哦 不是服务不好是需要多一点 啊 需要多一点 service center 需要多一点 应该大致上是这样啦 还有可能就是 我觉得每一个车主可能會有一个很问题 就是我们的2nd value 因为毕竟这辆车 还很新 我们也不知道它的2nd value在哪里 所以可能 Cherry Malaysia 那一边 呃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工作 让这一辆车更加 呃 维持它的二手架 是的 我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 不注重二手架的人 嗯 但是 当我买我的车 过后我的车差不多两年了嘛 就是去年 我买的时候是123 嗯 我没有包保险 然后我去年的保险的AgreValue是115 这样还很高一下 我自己都吓到了 原来二手价就是这回事 因为我之前买了 我是真的不在乎二手价 所以我不会去留意我以前的AgreValue 而这两层那时候就无聊看一下 我买1.23了 如果还有1.15 可是一般那个Value是会比较高的 它不会很低的 你的AgreValue比较高 就是当真的你发生什么事情过后 你去Cram的话 其实你拿到的也相对比较高 对啊 因为有时候Cram没有100%可以Cram到 可能低过80%的话 还算拿回蛮多钱一下 都还是很高一下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 希望Cherry Malaysia 可能在这一方面可以更加 做点功课这样 做一点功课 可能它需要做一些 我们不知道什么Marketing plan之类的 让这一辆车可能 可以比较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 比较稳固一点 我们就谢谢车主的分享 那么大家觉得这一个车主分享的东西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就像我们讲的 就是尽量不要人身攻击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